远嫁和家里不相往来,还被婆家看低,直到爸爸弟弟连夜开车赶到。 当所有人都在追求车子房子,珊珊嗤之以鼻,觉得钱有什么用,买不到幸福和快乐。 珊珊家离婷有钱,但她从来不会表露出来,因为对于爸妈是怨恨的,刚出生几个月就一直有奶奶待在身边,从来没有享受过父母疼爱,稍微大点,爸妈明明答应让她去城里上小学,结果怀上了弟弟。 等初中毕业,妈妈说联系好了高中让她来城里读,此时珊珊正在叛逆期,觉得我就这么卑微,是你们胡之则来挥之则去的吗? 气呼呼地拒绝后,爸爸也是个暴脾气说,女生就是比不上男生有抱负,只知道窝在乡下。 珊珊脚脚气倔,留在县城上高中,去了遥远的外地上大学,想离那个家越远越好,大学一毕业爸爸让她回自家工厂上班,然后找个条件相当的男人早早嫁人生子,可她偏不。 她恋爱了,对方甜言蜜语百般呵护,让珊珊第一次感觉到爱的存在,觉得在那个家自己是个多余的,不如早点成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。 当她视频向家人介绍男友时,爸在那边就气爆了,说在外面找些来路不明的男人,不懂得自尊自爱。 这句话说中了珊珊的痛点,一狠心就和男友说不管他们,你什么时候娶我就嫁。 谈了不到一年恋爱,珊珊或许是因为爱情,或许是和家人毒气,或许太向往家庭的幸福,就这样匆匆地嫁了。 没有婚礼,没有彩礼,领了证很快就怀上了孩子。 怀孕后总是吐,老公让他辞职回江夏老家,说在城里一个人赚钱,两个人花压力太大。 从珊珊的角度想,现在谁家娶媳妇不要十来万彩礼,还要求要婚房的,而她直接落婚,婆婆应该高兴才对。 万万没想到,这反而成为婆家人眼中的倒贴。 不止婆婆看不起,就连村子里其他同龄人也常常在她面前炫耀进了多少彩礼钱。 生下女儿后,婆婆催住生二胎,以前百般呵护的老公,听住妈妈对儿媳妇不会做家务的唠叨,又听住老婆在家里受到各种羞辱的抱怨,十分烦恼早已经没有了以往的耐心。 这样的日子一晃九三年,珊珊不忍心把女儿给婆婆带,因为不想孩子和自己一样从小缺乏母爱,可婆婆嘴又毒,最近更是变本加厉,说如果生不了男孩,就叫我儿子重新找一个。 而珊珊老公如今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少,说受不了两个女人的唠叨,每个月寄钱回来就好了,有了钱你们还想要我怎么样? 珊珊心里的苦无处诉说,很多刺动了离婚的念头,可带住女儿能去哪里,奶奶去世了,回爸妈家,当初为了结婚早就决裂,偶尔妈妈打电话过来,也是抱喜不抱忧,而爸爸脾气倔,一直不准谁来看她。 当她发现老公在城里和别的女人暧昧不清,心里的最后一丝防线崩塌了,拨通了妈妈的电话,话还没有说眼泪先刷刷的直流,哭了十多分钟,感觉整个身份被掏空后才倒出多年的心酸。 此时妈妈还没有说话,爸爸第一时间抢过电话,十分严肃地说,把地址发过来,我去接你回家。 就说了这十二个字,珊珊又一次泪崩,那叶爸爸和弟弟轮流开车十一个小时,八百多公里,当爸爸的豪车出现在在村口,引来很多人围观和猜测。 婆婆看到后一口一个亲家,叫得亲热,还不停地夸奖珊珊董事,会带孩子,没多久珊珊老公也从城里开住摩托车赶回来了,一口一个爸爸,低烟端茶不亦乐乎。 爸爸全程严肃散,过了半场问,这日子要继续,就去城里全款买套房,再加一排车,好好在家带孩子,什么都别想,要是这日子不想过,就跟爸回家。 这话一开口婆婆笑得眼睛成凤,说这日子肯定过,不然娃多可怜。 一边说一边推儿子赶紧巴结岳父,珊珊老公一看立马向珊珊道歉,我发誓从来没有背叛过,真的。别离开我。 前后反差极大的态度,没让珊珊回心转意,反而生出了厌恶,更加坚定了离开的决心,回房间收拾了行李,让弟弟搬上车,抱住女儿,常常松了一口气说,爸,对不起,我想离婚。 婆婆和老公想上前劝说,被爸爸一把拦住,珊珊抱住女儿上了车,弟弟说,爸其实一直觉得亏欠你太多,一直偷偷打听你的消息,看你过得不好,这两年头发都白了好多,就等住哪天你开口,他就要接你回来。 那天珊珊哭了很久很久,才明白这世界上有些爱,需要像洋葱一样一层一层拨开才能看到,而有些停留在嘴上的爱,是根本经不起时间打磨的。 很多人都有年少轻狂的时候,会因为赌气,会因为从小家庭的阴影,而匆忙地去做决定,最后造成的后果只能一个人默默承受。 所幸得是珊珊的爸爸是强者,就等住女儿哪天深刻认识到自己犯的错,就出来收拾残局。 不过所幸还年轻,还有犯错的资本,还有重新来过的空间,但如果有可能,在年轻时还没有对人生有足够认知,对自己的男友了解不够深, 千万不要盲目幻想未来生活一定就是幸福的,婚姻绝对是件不容易的事。 尽管珊珊爸妈现在生活富裕,但却让自己的女儿从小受到了冷落,也算是为人父母的失职。 还好,这个世界没有想象中的美好,但也没有你所害怕的那么糟糕。